先告诉肃镇 燕云十六周夺回眉 呃 没有 燕云十六周是真不好打 我深有体会 罢了 说说你的情况吧 不可撒谎 这 后世知晓 我是先帝第三子 由于大哥 因为父皇杀了太祖的两个儿子 还有一个弟弟 而背下之疯癫 紧接着二哥 等一下 你刚才说你爹杀了谁 啊爹 这是你没说吗 直接从你登基后开始说 不行吗 老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呃 哥了 你听我狡辩 不听 赵横你大胆说 再后来 我二哥也英年早逝 皇位这才轮到了我 好小子 你当时来的时候 为何不说 我 我是想回头私下跟你说的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你我二人这次都没出城 在围城待了二十多天 你管这叫还没来得及 打这 隐瞒之罪 一百丈行 多谢始皇 给我走 不要啊 你接着说你的 赵横 出名赵德昌 后改名赵元秀 赵元凯 被册封皇太子后 再次改名赵横 赵横登基可谓一波三折 先是天意 使他登上太子之位 终于等到老爹隔屁后 眼瞅着自己要当皇帝了 结果却遭到李皇后的阻拦 又与当朝宰相吕端挺身而出 说服了李皇后 赵横感动得不行 即位后 终用老臣吕端 采取了屡端诸多治国良策 这使得赵横非常勤者 赵横著作繁多 其中刘芳千古代 便是那句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严如玉 公元一千年起 宋辽再次开战 赵横御驾勤征 战争持续了五年 谁也打不下谁 直到公元一千零五年 双方一和 名为禅云之盟 辽败宋为兄 以白沟河为国际 双方扯兵 辽归还宋岁城 以及营 墨尔州之地 尔宋每年巷辽提供军旅费 十万两白银河二十万部 双方于边境设置一个国际贸易中心 促进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与民族融合 哼 每年要进贡十万两白银河 卷二十万匹 不是进贡 是提供 哼 世皇 为了换天下百姓安居 这也是无奈之举 但不失为良策 哦 听商区是蛮好的 两国和平相处 但总感觉哪里乖乖的 看似和平 实则耻辱 既然是平等关系的和平 为何要每年进贡 但这进贡的碎币 只占打仗钱财的百分之一 如此损失最小 两国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哼 但凡打不赢的就给钱和谈 还有骨气吗 对对对 他这简直叫怂包 话也不是这么说 辽国不也送还了宋国师弟吗 不不不 换作是我 宋的我不要 我要打下来 没错 给他打下来 宋卫兄 梁卫义 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诸位先祖 不要再说了 梁卫也好 沉若也罢 问题是打不赢啊 这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好办法了 好小子 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 什么辈分啊 敢对老祖宗大呼小叫 乃乃滴雄 专了他立志 老祖宗 别打了 我错了 知道错了 接着说吧 谭冤之谋后的赵横 洋洋得意 为了满足虚弩心 便在泰山举行了风扇大典 什么玩意 你是开创了贞观盛世 还是开元盛世 有资格封上 就是就是 甭管我后期如何 但开元盛世那是实打实的 我当年风扇一点毛病都没有 你凭什么 当年我也想来着 但被魏征给劝住了 你其实很想 是吧 前世得装样子 在围城却很是轻松 无需做作 没错 我确实很想 风扇是每位皇帝的毕生理想 我冤层为赠 欠古第一盆子 所以你恨他吗 谈不上恨 他说的也确实没错 风扇劳民伤财 虚荣罢了 哦 记忆 赵横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风扇的皇帝 风扇之后的赵横更加质得意满 活在表面凡凡 沉溺于东风西寺之中 光剑公关 粉饰太平 劳民伤财 赵横沉迷于道门 还追封被道门尊为教祖的老子离儿 为太上老君会员皇帝 在建造玉清朝阴宫时 出手更是豪横 仅三座塑像就用去黄金一万两 白银五千两 短短几年时间 赵横就败光了大宋四十年来攒下的国库 红元一千零二十二年 赵横并逝 十年五十五岁 我他妈 混账满意 跟你爹一个得行 太祖别打了 我错了 一千账行吧 拖下去 齿皇 一千少了吧 至少也要一万 太祖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开你个嘴巴子 他前面有功 敌消一些 这百家满意 居然还有功绩 这太祖 你刚才不在 我现在说给你听 不听不听 盲板念经 一千就一千 左 不要啊 刀交 斧交 此二交百姓可败 君王不可迷啊 盗佛本伞都没错 错就错在 此为皇帝不改大肆选扬与参谜 致使百姓民不聊胜 啥又到陆佛的 朕一点兴趣都没有 刚刚回城你们独累了 朕可累了